然後林托爾以我們中施倒數回席中 讓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那在開始之前 我先那個 我為了結束大家 等下這個時間 我先開一個Amazon Instance一下 OK 好 我為了要開Amazon Instance 因為Puppet它是一個補充工具 所以我需要多點的舌頭 才能讓我玩 我們才能夠做一些比較奇怪的天后 然後所以說 因為Amazon Instance 要讓他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先做這些事情 那這次進行的Agenda 就是 一個我會講我是誰 然後再講說Puppet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要使用Puppet 然後 再來就是直接進入Demo Demo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講一些比較Defense的功能 那沒時間的話 沒時間的話就直接進入Q&A 那我是誰呢 呃 當然如果有人認識我的話 其實我之前比較常在Ruby的場子去講 那很可惜的是 這個東西也不是Ruby 就是Ruby的虛擬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 還是百分之百 那個純入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但是這東西 因為Defense的東西 Defense的東西 其實對於那個 Namework的solution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所以說我才 我才想放的開始去 去投這個 去投這個conference 那我現在 我現在是那個 臺灣咬護商品的那個release manager 那我現在正在研究的是release manager 然後我順位Defense的 跟一個錢掛的 那做完主事的道理 就是 就是我在裡面取到最多的東西 那 在開始之前 今天給大家一個工商服務 因為 然後我 我注意到很多人 很多家都已經看一下工商服務 所以說 書人不出色 我們一定要講一下工商服務 首先第一個 我們還有 只要是考的Engineer 就行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免費的早午商 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我早上吃了早餐 然後休息吃 然後再一個還不錯的 然後 那個 上方的話 是我們在搶午餐的畫面 然後 右下角是我們午餐的那個 最好的 獎高率店長 然後是我們蓋飯店長 然後全部都免費的 然後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歡迎 你會會聯絡 那 郭商服務 這邊還有 還有一個附帶差別就是 不知道大家 我們聽過的那個 雅惑的小林之靈 那我 在我開這張照店的時候 在我前面的就是小林之靈 所以說 就給大家講 主要就是如果你來 如果你來 別人投獎的話 說不定你就可以跟小林自己做飯 就這樣子 好 所以說 那首先 我為什麼要用Pubble 因為其實我在 我今天有時候 其實我看到 可能想要講說他們 DVOID的大部分 有些人是用Rsync 有些人是用SCT 當然也有 就是不同的工具 那 我這段時間 在這邊 跟大家可以介紹Pubble 這個中心 那Pubble 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 在WP上面 它講是 Configure Management Tool 但是我覺得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Deportment Tool 然後 Configure Management 還有一些 Postsync的割拖 那它百分之百是努比的 當然它目前已經被 Zing 上VTBD DALE 反正就是一位 大根子 所 就是已經在採用了 然後它目前就是可以服務 就是幾百萬個人 線上只要幾百萬個 很多的 那它support所有的 可以用DNA 4DS WINDOWS 那 對 這 雖然 這是這些場子 而且 剛剛有講 剛剛那個早上 有一位很接受的講 他都會講 變換Pubble 可是很不好意思 我有打破他的機會 就是 我要騙定他們 這次我講 而且我不會有任何Pubble 那 順便多當服務一下 那個 下個月 下個月我會來 看別人也有講這個東西 那 首先你講一下 為什麼要看 那 以前的話 以前的話 那個有在小公司嘛 所以說 裝機器其實基本上 是RD模組嘛 那 裝機器是這樣裝的 就是說 首先你要做好風雷斯 然後你要裝一些系統配備 這些系統配備 一定有像 APACH APACH 之類的 這樣子的 設備這些東西 然後當然你會設定一些這些 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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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設定的管理 還有一些 colle version的管理 還有一些 如果像如果你在裝買seql的話 你還會做一些 beta的幫助 像一些 剛剛那個 剛剛上一旁的講解 有講到說 要把測試的 測試的 測試比例倒進去 看到測試環境 然後開發的 都要在開發的 裡面去 那這個就是講到 其實有一些 data 的東西 就是說你要 把設定都弄好之後 再啟動去設備 它才可以 它才可以動 那其實 很常發現到的狀況 就是說 當你 你當你設定系統 考慮的錯誤 然後你 然後你還沒知道 你就繼續做它 然後你說 啟動不了 所以我只好跳回去 跳回去繼續重設 那也有可能 就是我根本就是 在裝一些 apache的歌詞 跟白希果的歌詞 我根本就裝錯了 那裝錯怎麼辦 那就是 通常都是會到 最後一步 跳回 跳回系統 卡片安裝之後 你才會 你才發現這些事情 那你要重新 再回去 重新設定這些事情 當然也有 十字城市碼的卡片 有錯誤啊 然後或是那個 就是裝版 就是裝城市碼的 然後裝錯啊 那 就我這次來準備個背後 然後 要裝一個 可以在遠大連線的 麥思考 並且能夠 倒入相關資料 那其實用 你幫你來安裝的話 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呃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是裝 APP install 麥思考 server 很簡單 然後 修改麥思考 然後修改 新的麥 麥思考 能夠接受 遠大連線 不然它 然後再來 就是說人家 麥思考裡面的 裡面的 裡面的全線 地域裡面 你要 你要對你一些 然後並且要 然後帶來 麥思考 解放 並且把麥思考 資料 倒進去 所以說其實 光是一個 那麼簡單的裝 把他設定好 其實 他所帶 他所帶來的 一些那個 就是 步驟其實還蠻多的 大家算一算 5 6步吧 對 所以說其實裝機 真的是因為古宅 時間花很長 然後沒有可能 都沒辦法做 所以說以前在小公司 在裝機的時候 就 裝起來 要把一整個放裝起來 可能就是 兩三天 很多天就過去了 那 那小公司 那如果在 就是一個稍微 有制度會有分裸工資 像我剛剛有聽到 像 像 他們講的 他們非常有制度 非常分裸 那他們 他們做的其實有做到 像開發機 測試機 那測試機的話 就是一般公司的話 可能會有 只會有一個測試環境 然後像 我們公司比較 就是比較水流 我們有三個測試環境 Alpha Beta 那這類別的測試環境 然後還有先放機 那而且我們這邊 我們定公司 Ci Ci Continuous Integration 這個鈕試環境 然後現在 Ci裡面的有最重要 Base 化解釋就是說 你要必須要自動的 把你的環境 把它 產生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 雲端記 雲端記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像真的雲端記 因為其實雲端記 其實雲端記 它只是一個 就是雲端記系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會說 我一下雲端記這件事情 那 東西 它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設定好之後 它能夠自動管理把這幾個流程全部都裝好 那你唯一要就是裝好東西之後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那個你還要再裝Pubble的Service 那如果你是像在Armode EC2 這樣子的那個就是這樣的平台上面去放 你甚至可以create一個已經預轉 預先設定好那個Pubble的Service的AMI 那你直接把那個盪拳引擎啟動之後 那接下來他就自動管理這些東西全部都裝好機 所以Pubble他嚴格上來說 他應該算是有自動化的你會自動 然後自動化幫你做的去做 根據你的環境去做些訪問 然後自動化去根據你的狀況去 去啟動你的Service 那有時候在MBA討論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常聽到一些結果就說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但是我們缺乏的裝機人才 我們直接導入自動化 或是我們機器只有一兩台 那手握裝機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們重要的RBresource 要放來Coding比較重要 那我就會用這樣的話 去拿回去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當你缺乏Resource的時候 你這種自動化的東西 更要保存進去 不然 不然因為你不然 等下才就是 裝機器不管你是手動裝或自動裝機 你到後來你還要到裝機器 那如果你機器只有機台 你絕對沒有導入自動化的Service 那機器的機台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Service 只要你這樣掛了隨便一台 那你機台 你的圖物就不算掉一半以上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不能夠快速的裝機還原 然後你要用比較手動的裝機還原 然後耗費能力的時間 那你Service的impact 不是更大嗎 然後人力花在Coding比較重要 所以說請不要把你的人力花在裝機上面 去把自動化的搞定 那所以說自動化裝機的好處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 在 就是在 如果你在alpha 非常非遇到 環境 你用同樣的方式去做和裝好 能確保你的環境之性 那他們唯一的差別 就是在於跟環境不同 他們的一些什麼IP位置 網路的位置 一個 就稍微不同而已 那你套路到CI Service CI Service的話 你很容易建立你的automation的環境 那當然就是怎樣的人力啊 然後遇到你的一些天 一些天災 像什麼 就是像 一公司曾經發現一個 最扯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有一整個集團 一整層樓 然後全部 那個就是 背來打到 然後這個 就是 最外界最外界 最外界最外界 然後所以 所有的開賣 所有的 養護提供開賣 跟那個 購物中心 跟商城的 就是有 大概有四個集團機器 全部都不能動 然後在那時候 如果你不能夠快速的懷孕 就是 不能夠快速的懷孕 就是 那整個搜尋樓盤 建起來的話 那損失的東西不適用 不適用技術去算 那再來就是說 那自動化中心 一件的話 就是說 你能快速的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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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說 我剛剛已經花一段時間 去跟大家講 說自動化中心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用Pubble 那 Pubble 的優點很簡單 不是說 因為它很簡單 那我等一下會 跟大家講說 它是很簡單 例如說 它 它導入了一套 它的 那個Pubble的設定 它其實 它不是一個設定 它算是一個Language 它那個Language 不是GHD 也不是Numi 它是一個 它自己自訂的Language 叫Pubble Language 然後它裡面有 它的Class 它能夠 它能夠有框圈口 它有它的 它有像Array 它能夠繼承 它能夠做一些 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它能夠做一些 整個設計裡面的一些抽象 或是一些導向的東西 進去 那等一下 如果是 等一下如果有這個時間的話 我會跟大家 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抽象化到什麼成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Complicated Terminal Assistant 就是我覺得真的超微的 那 等一下有Depo 應該 等一下的Depo 我會Depo到這件事了 然後大家就支援化平台的Depo 像Depo是那個 像D單位啦 就是 台灣的商品 它其實是那個 拿那個PHD 就是 就是那個 Hyperge Assistant 然後所以說 在那個 在 像我是ReleaseMail 每次在Release的時候 其實我要 我要就是 在之前我 我必須要跑兩套 Process 就是 呃 PHD要用 不同的 就是 Depo一方式來做 然後 然後 這樣子的話 就是在一般的小 就是 小吧 還好 但是在一整個狀態 是連接到 不同系統之後 在Release 在Release 可能Process 剛才就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統一的 那個 有一個統一的化平台設備 是非常好的 那 最後的話 因為我剛剛講到 它的Config 是個language 就是要用Puple language 然後 它是用那個 Ruby BSL的方式 把它刻出來的 所以說 它支援 Ruby上面的 所有的 RubyTest的 還有支援它的 像CNC user 這樣子的 DDP的 然後更扯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 國外有人 就是直接把 它的Puple language 寫好之後 直接它要寫上他們去 測試你的 replace script的正確形 那這就是 那個Puple 它整個Architecture 它其實非常 它還蠻簡單的 就是 就是基本上 主要控制 就是PupleMasker 然後 那每個 那種它能有CupleMasker 然後它 就是它會去跟 CupleMasker去 要說那個 我這邊的CupleMas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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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裝什麼東西 我要上你的CupleMasker 然後它告訴你 然後那邊的話 這個PupleMasker 使用的一個 RubyT去考慮 所以它從裝一些東西 去解決權限 或是設定一些東西 然後在 通常我們都會 打PupleMasker 在作為一個 惡性控制的System 像等一下 我那種東西 等一下Demo 我是使用Git 那 我要怎樣去解釋 這個Puple 這個東西呢 其實如果要 要簡單解釋 來講 其實真的很困難 所以說我決定 就直接 進入到PupleMasker 那首先 你的PupleMasker 我要把 一個 就是一個 全新的 空機 就是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 開獎前 我那個 Amazon 我們做 Amazon 所launch的一個空機 空的 instance 然後裝上那個 就是 裝上 那個 裝上 那個 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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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我的 PupleMasker 然後這是一個 完全不空的機器 說是完全空其實也不是啦 它是已經預先裝好 設定好 Puple的 Amazon的AMI 那 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大家 就是 再繼續看那個 設定的過程 這樣 可能會稍微 就是檢討我們電工事件 然後第一次的話 他一定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 他是會跟那個 他跟PupleMasker講說 呃 他會這個 PupleMasker他會跟PupleMasker講 說 我想要 我想要攻擊器 然後那個PupleMasker 因為他還沒有授權說 就是 他還不認識這個 這個使用者 所以說他就 他就不會給你 任何的 的東西 所以說那個 他顯示就是失敗 那在 在這時候的話 基本上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 告訴PupleMasker說 好 這個他已經可以讓你裝 好 那當那個PupleMasker 已經 已經認證過之後 然後 接下來就開始裝了 那看清楚 這個 這個嗎 然後 然後因為等一下要裝 等一下要裝 也許買西果 也許買牛蜜 然後一定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時候 趁這個機會 順便來看一下 那個 目前的Puple大概是怎麼樣 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 呃 因為 我也這麼簡單說 我就收一個 那個Puple的到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要裝Puple 你要裝Puple 然後你要設定一個 買西果 你要裝一個買西果 然後並且他跟他連 他的優勢的Puple 跟就是要開的買西果的DV 都已經用出來了 然後並且你要裝 那個Puple 看一下進度 喔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 那個就是要開 要開一個比較多的狀態 然後 呃 像這個APA企劃 還告訴你說 你要裝好APA企劃 你需要他運動 然後並且把他 就是把 裝完東西 然後Puple 他告訴你說 我會先裝PHD5的東西 然後裝一些Package 然後並且 隨便告訴我的 有PHDinfo 隨便裝個 隨便裝個 有PHDinfo的檔案 然後 我只這樣寫 其實這樣寫 沒有很好 然後買西果的話 真的比較困難 就是說你要裝 然後你要就是 你要intrude 買西果去run me 然後你要去 save 買西果的password 就是他的 他的root and password 然後你要create 一個就是叫 你要create一個DV 然後並且你要把 那個就是他後面 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測試的 測試的系果 把我透明到上面去 然後把他info 到DV裡面去 好 就大概是這樣 好他已經裝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剛剛這個 就是剛剛啟動的那個 Amazon的 一吸吐的東西 首先他是活著 好 好 這樣子 然後第二 KG-by-0 他是動的 然後 設定密碼 設定密碼有進取的 設定密碼成功 因為那個 武邦圖他預設 裝滿寫果 他是沒有密碼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myapp 它是 這個myapp 是我剛剛 從那個puddle test 他所coded過來 那個資料檔 然後並且把它成功的 成功把 一個相關的資料 把它coded進去 所以剛剛 其中 剛剛其實一個動作 就把 裝 阿卡其 裝貼取其中 買新火 設定一些全線 到資料檔 到資料檔 然後第二次 裝貼取其中 全部都把它做回來 那這是其中 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我們要來 這邊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要來介紹一下 那個 就是 我會開啟另外一個 我會開啟另外一個 那個就是amazon的instance 那不過我以前的時間 這次已經裝好 就是已經裝好 Dipo的東西了 那 我會開始 release 就是release一個新的code 但是我會故意 release一個壞掉的code 然後我要測試 要請它快速把它roll back 然後 快速roll back 快速roll back之後 再出一個release 就是一個 已經一直過的code 那我剛剛就講 跟它說 其實我們通常都會 會補比一些 那個耳鑽擋的東西 那這邊我用到skin 那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直接 來用 等一下我先缺了一下 我可以 好嗎 然後我在這邊的話 我在這邊的話他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他會把Pubble的config 就是用溫血control的東西 他切到那個就是 切到這個狀態 2.1的狀態 並且他去trigger 就是我charge了這個slate 說請你用Pubble去裝進去 然後他在這邊就有裝一些機器 裝一些有沒有機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這是 現在我們進入到Nemo2.1的狀態 就是說他已經裝好一個Pubble的機器 然後他上面有 Dupor 發泡器跟MySequel 還有PubbleAction 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到第二步 就是我們要開始上一個星空 那上個星空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把我的 Pilted version check out 就是要到這個Pig2.2的狀態 然後並且去trigger 這個node 然後請他就是在同一個機器 好 裝機完 那我剛剛已經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會故意那個就是release 有錯誤的版本 然後所以說想想想像的情況就是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有發覺 然後已經感動很久 上線 然後可能因為一個CS設定 然後弄錯了 啊怎麼辦 然後結果線上的人會看到 我們這個仇台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圈繞到現在線上的版本 然後並且把它從DivoEverge 好 好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就 我們就已經快速的 將 快速將錯誤的頭髮 領回回去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遇到這個問題 身為一個release manager 我就 我就會把那個說 這個時候SE叫來吧 然後我們是跟他們說 你們一定要 你們一定要修到好 再幾分前來吧 就好 然後這時候SE有壓力的話 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非常努力的 他們非常努力的那個 趕工 然後趕工完之後 他們就可以出了2.3版 然後一樣是 把我們這個 目前Pubble的狀態 check out到2.3版 然後並且就是 就是告訴那個 既然機器 DivoE完 然後DivoE完之後 你看到說 這個 這真的是 跟剛剛是有不一樣的 因為他 因為他 他這邊會多一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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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所以說其實我們 我們就正確的release 到一個最硬性的版本 那這是我Demo 不知道Demo的問題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release 羅倍的 然後那個release 然後release 然後遇到狀況的處理 羅倍處理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說這個 我們還確定我們 我們除了時間Demo完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 所以就要牽涉到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server farm 那 這個 server farm 定義全部都在我這個 Amazon 的這邊 基本上 基本上我這邊有一個 Problemaster 然後 一個proxy 一個db 然後兩個 兩個 兩個PHD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然後 然後 整個方法大象 就是我這邊前面有一個 proxy 他用hda proxy做的 然後這邊會有 這邊會有PHD的 server 然後這邊會有買信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 Promple Investor 那等一下我要做什麼事情 首先 我會先把那個hda proxy 然後切 就是 就是那個指導其中一台 然後把另外一台就開始上扣 然後上完扣之後 上完扣之後 我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那個就是 把hda proxy 再把切回來 這個時候現在 它會有兩個 就是兩個新舊版本的那個交錯 交錯 那你用我hda proxy 我目前是適合軟弄命 就是他可能有 可能有50的機會 會到新的 50的機會到舊的 那這個情況 其實工程這把數也算是 AVXD 然後再來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 我們開始要 我們開始要上另外一台 機器的code 那我們就把hda proxy 切到已經上好 新版的code 然後這邊可以開始慢慢做 做裝機的動作 裝機動作 最後我們再把它固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這邊要開始 我先我先先確認說 我的4128的狀態 是一開始的狀態 然後所以說可能 因為你會可能要一點時間 所以說我 我就把db的部分 先把db弄掉 不然的話這樣 會長得更久 那基本上 我這邊會有幾個node hda proxy 那個dupo1 跟dupo2的那個node 那接下來呢 因為其實 這方面有點小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是一個 我自己用 用host file 設的那個dms 設的那個dms 那基本上 這台機器 它是指導我們的puzz 然後這兩個網址 這兩個網址 它是指導那個 就是dupo1跟dupo2的動作 然後看一下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 好是這樣子 沒錯 然後所有的機器都是這樣 沒錯 然後現在開始我們進到3.2 就是把hda proxy 把其中一個線斷掉 並且把那個線斷掉的線 撞到一個新的version 那我們看一下 這邊其實會有那個地圖出現 就是說它把hda proxy裡面的 原本 他把hda proxy裡面的原本射電 幫路面的東西 其中他是 他是 sorry 原本他是 原本他是兩個行 他把其中一行已經乾掉了 然後他 他又重新reloadhda proxy的東西 然後所以說 現在線上的 在80這個node 看到的還是舊版的東西 但是在其中 就扣1 這邊應該要新版了 然後我這個新版的話 那個 就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設一個 這地圖是 new version 然後 duco2的話 它還是舊版的東西 所以說 根據 根據這個圖的話 這個銀裝 這個銀裝 新版的東西 但這個還是舊版的東西 然後hda proxy 不管幹什麼reload 他都能夠招似到舊版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我們進入 接下來進入 就是第三個 那第三個狀態就是 因為就是把新舊相容的東西 就是把新的東西 裝好一把 一拔上去 然後這個時候 會有新舊相容的情況發生 好 那這時候 我只要在發行這種 一直瘋狂的鋁鬥的話 他有時候會到舊版 或者會到新版 對 然後 然後 我不太清楚 hda proxy 他的 他的那個 原唱法是怎樣 就是 要四九 他才會跳一條圈 對 所以說 基本上 這個狀態 他自己處於 在release裡面 處於比較困難 就是 使用者還能達到舊版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趕快把 趕快把舊版的 趕快把舊版的 那個 舊版的 連結斷掉 那 在這個時候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只能等 等 然後看到 他這邊就講了 我會 就是 他那個 他其實都會出現 computer很不顯的變化 好 那這個時候 duber 1是新版的 duber 2它是舊版的東西 然後可是 我在搭證這邊 不然我們 不然我們余露 它都是新版的 不然我們 你按幾百萬 它都是新版的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 這個時候 我們繼續做345 345 就基本上就是把 剩下的那種的 把它裝作到新版的機器 然後345 就把那個 連結把它弄回來 所以說 基本上 你有一個那個pubble 這樣的東西 嗯 我們在release之前 我們就可以 照這種形式 寫成一個 那個基本的run root 就是說 接下來你要下一步 準備什麼東西 那它就會 做了run root 按掉操課 所以基本上 你的release 你在release 或release 有一點的空間 有一點講一下 好 我看到的時間 只剩下20秒 所以說 嗯 我 我這邊有4頁 要講一些 那個 就是 可能就是 衛後請大家 就是 跟大家帶一招 大家想看看 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沒有問題的話 我沒有問題 在最後面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嗯 你開始有demo 那個就是 系統人同事 又裝了 PAP PAP 那像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直接做一個 EC2的senshot 然後用那個senshot 去裝 就是會比較快 然後必死的時候 再用那個好處 OK 呃 基本上 你要做那個 EC2的senshot 的話 這個基本上 這樣做是對的 然後如果你的 你的公司 完全是裁定 那個EC2的senshot 這樣才是最好的 這樣子才是最好的 這樣子才是最好的 但是 我所接觸到的 的那個就是 大家所希望的senshot 是 不要把你接在花園頭的欄裡面 所以說 基本上 那我看到 我看到我公司大陣就是 有一半的senshot 一半的senshot 然後一半的senshot 不然就是 把一半的senshot 一半的senshot 一半的senshot 一半senshot 那在這個時候 另外一個cloud 那個支援 類似的東西 其實就變成 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所以說 所以說 基本上 要有一個 能夠跨平台 並且能夠 就是支援多種不同的 solution的 deploy方案 其實我認為是有利要的 不行 那請問他有問題嗎 好沒有的話 就當然謝謝大家 好那接下來 我們有十分鐘的 休息時間 那我們下一場 結束後 就進入Line Talk 那 因為議程改變了關係 所以接下來 這一場 就全部都集中在 我們這個廳裡面 就另外一個廳 已經沒有演講 那大家 坐好